刘帅 原来你手里的东西 是从鬼神医那里得到的 当然了 刘明 你应该最清楚鬼神医有多厉害了 如果我被赶出北城 这份合同 就算喂狗 我也不会给高老 刘明 林初夏 你们可要考虑清楚了 林初夏 你还在犹豫什么呀 只要你跟首富林家求个情 你就能救你残废的老公了 嗯 林初夏 怎么样 怎么样 心动了吧 我跟你一分钟的时间考虑 给我求情 这份合同 就可以给你 要不然的话 大不了我被开除 但是高老 可就一辈子残废了 林初夏 快呀 初夏 你不用为了我为难自己 和刘明求情 我 高老 你可要想清楚了 这个 可是你最后一次机会 我 刘明 对赶紧说呀 林小姐 一切都按照您的要求来 赶出去还是不赶出去 都听您的 哎 谢谢刘明 林初夏 你孩子犹豫什么呢 赶紧说呀 快说呀快呀 我 快说呀快呀 我 不好意思啊 我来晚了 林小姐 不然 您可以先让王长老 给您老公看看 王长老 麻烦了 该死 早不来晚不来 怎么就掐得这么准呀 哎 你就是首富林家的医生 你真以为你比得过鬼神医吗 就是 你只不过是一个 名不见经传的小破医生 你有什么资格在鬼神医面前撞笔 闭嘴 你们这些人 就知道借着别人的名声撞 再吵 我就把你们赶出去 林小姐 你老公的腿 伤得却是挺厉害的 这个呢 是需要长时间的治疗 不要太心急 这样吧 我这里有药 你按我的药 按时吃就可以了 不可能 不可能 你肯定胡说八道 你的药 怎么能给鬼神医的药医皮呢 就是就是 林初夏 你们一定是被这个骗子给骗了 闭嘴 你们说的鬼神医 就是我 难道我自己还比不过我自己了吧 你就是鬼神医 是的 林小姐 你 你撒谎 你根本就不是 你 你撒谎 你根本就不是 你偷走了我的药房合同 连我的脸都没有见过 你能认出我 我已经找你很久了 刘铭 今天 跟我一起把他收拾了 正好一起解决 不仅偷我们首付林家王长老的东西 还敢骂我们林家 刘铭 王长老 我看 像刘帅这种人 不多给点教训 是永远不会知错的 林小姐 您尽管吩咐 首付林家 一定好好替您解决这种败类 刘帅 我刚刚给过你机会 但你非但不知道感恩 林初夏 听干什么 你都要把我们赶出北城了 你还想怎样 你别得理不饶人 高老 林初夏一定有问题 要不然首付林家的人 为什么会听她的话 她肯定是背着你 和首付林家的人勾搭上了 你早就被虑了 你太可怜了 对 一定是这样 高老 你救救我们 你好歹是高家家主 只要你救了我们 以后我们会帮你一起 对付林初夏 都死到临头了 还想着往我身上泼脏水 刘明 把他们直接赶出北城 永远不能回来 是 不不不 我知道说了 我真正说了 对不起 我 对不起 情况不妙啊 我的仙子 留的青山带 不怕没拆手 更何况 我还有蓝水关项目 林副长老 还不道歉吗 我 我也没关系什么 我为什么要道歉 既然你不知悔改 那我也不必给你面子 刘明 带出去 你放开我 你大胆 你想干嘛 放开我 林明 我告诉你 你没有这个开除我 我要盖大小姐 我可是林家 最有德力的老人 你娶娶一个长老 为什么会开除我 还有 这个贱人的话 你为什么当上怎样 林副长老 我警告你 你最好乖乖接受惩罚 否则 你一定会后悔的 鬼 我要跟大小姐 让大小姐来给我说话 你最好按照林小姐的要求 赶紧认错 我看以为是被这个狐狸精给迷住了 我凭什么要凭她的 你 凭我就是首富 你就是林小姐 你以为我是傻的吗 你说是就是 这是首富的身份卡 你不认我 难道也不认识这张卡吗 这 这怎么可能 这 你不好好地为首富林家做事 竟然私自收受贿赂 败坏林家首富的名声 难道不应该惩罚你吗 我林初夏 已经对你很仁慈了 我错了 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看在我在林家工作这么久的面子上 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 是你自己 不好好珍惜的 不不不 都是刘帅 这个贱人 让我给你心窍了 我知道错了 你刚刚 可不是这么怂的 不是扬言 要取代刘明吗 不不 话才都是我 瞎说的 大小姐 林大人不计小人过 你就放过我吧 刘明 好好查一下这个林副长老 尤其是蓝水湾那个项目 是 怎么办 我查到了 我马上就完蛋了 怎么办 查到了 他挪用首付林家的钱 给他自己投资项目 简直过分 带走 叫给警察 都别过来 别吹下 你他妈的非得逼我是不是 帮我走 要不然我就凭着把他打死 老公 别过来 帮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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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你没事吧 我不甘心 不甘心 你太过分了 带走 没收所有财产 给我把他交给警察 我要让他把牢底做传 是大小姐 他真的是大小姐 我 我竟然得罪了首付 我 我完了 我完了 我 对 对不起 对不起 可老 你注意一下 不不不不 大小姐 大小姐 我错了 我竟然敢打你们 我错了 你走吧 这次我就放你一把 但是你以后 都不许再出现我们面前 多谢大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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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也对不起你们 我也对不起你们 其实我现在 不是故意想 计划老 我都被刘帅给逼的 大小姐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你不配 刘明 杜斌 也给我赶出北城 别 别 别大小姐 是这样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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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如果出去之后 我就真死了 高朗 高朗 你救救我 高朗 你去我说句话呀 你闭嘴 别再打扰高朗 你要是再挑战 我的底线 就不是赶出北城 那么简单了 以好自为之 刘明 带下去 是 杜斌 再给我一次机会 杜斌 杜斌 初夏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初夏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公 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 其实 首富林家 是我爷爷的 我爷爷去世以后 就把首富林家 交给了我 原来是这样 初夏 你现在是大小姐了 我指一个腿散肺的废物 我们离婚吧 你因为我受委屈了 老公 你说什么呢 我是不会和你离婚的 王长老都说了 你的腿一定会治好的 他可是文明天下的鬼神医 难道你不相信他吗 可是 好了 老公 我们回家吧 女儿还在家里等着呢 你的腿一定会好起来的 以后 谁也不能欺负你和你 好 回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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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